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碍于若兰的关系 一直隐藏着内心的感情 但安娜的感情 只会燃烧得更加剧烈 说终点 直到若曦进宫 臣弟送她一只手镯向她表白 她当时还没有接受我 直到我们随黄阿玛 出赛行为 明明哥哥叫若曦骑马 害她差点被踏在马上飞下 我及时救了她 那天 我抱她在怀里 送她回引地 她终于接受了我 从那天开始 我每日叫她骑马 带她在草原上奔驰 送她茉莉花 抱她入怀 从她身上 嗅着茉莉花的花香 我们也从草原上牵着手 黄昏漫步 一起 赏月看星 相拥相闻 海诗山芒 死生切固 与此承说 只此之手 与此邪恼 说完了吗 差不多 朕都知道了 退下吧 臣弟告退 死生切固 你还不知道我和张晓的情史吧 我很有兴趣在这里和你从头分享 我一一都告诉你 我和张晓 是在四合院外相遇的 后来我们做了一阵子的朋友 他叫我黑猫警长 我叫他 Z-Mac 我们相互亲土新生 很快我们就爱得难分难分 在香港 我和他携手游玩 相依相威 他把他的一切 都给了我 你回去告诉康左 他这么做 只能让我更加了解张晓 是一个知心知性的女孩子 她喜欢上一个人 是不会轻易更改的 唯一让我感到难过的是 看到这张照片之后 我很舍不得张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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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